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曾经以专业美容作家的身份 出版了《唐德慧完全开运宝典》 《无灵美魔女》等书籍 时常以美容专家的身份 受邀于各大节目 畅谈保养心得 是一位非常受到观众喜爱的年星 唐德慧不仅拥有许多的婆妈粉丝 也是演艺圈当中 少数具备有多才多艺的全方位艺人 唐德慧这三个字其实是艺名 唐德慧真正的本名是 也就是现在师兄姐所称呼的紫云老师 紫云老师说 以前当艺人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变成修行人 但就在几年前的一个微妙机缘 内心有明确的感受到修行的机缘已到 从此他就决心走入佛道双修的修行禁地 如今已成为了三太子的凡间代言人 我是三太祖 给我一个宝太祖跟李太祖 是吗 我有阿祖 他们就是在那边 我才不跟他们饭的事情跟我不同看 太祖在这里当年很久 当年很久 你怎么现在要做呢 请问三太子修行与当艺人有何不同 在修行它是心里面是亲近的 这是自在的 这是不需要包装的 勇敢做自己的 白天不管你多么忙多么累 所有的事情 可是你每一天晚上躺下去睡觉的时候 是 哇 真棒 真舒服 可以觉到天亮 心是安得 对 请问三太子平日的办事时间 食灾日 食灾日 是啊 嗯 是 但是 吃灾日脸的问题 吃灾日 也不需要 吃灾日 吃灾日 很多家装 很多家装 都会有 都会做 紫芸老师说 一般而言都是三太子降价来办事 太子有三兄弟 每位太子所负责的范围项目有所不同 因此太子会针对信徒的问题来降价 为云云众生排忧解难 入游重大事件 无极摇持金母 有时也会下凡来做主 当作是列位先般众神的靠山 请问母娘三太子与子云老师之间的姻缘 其实就像是妈妈 妈妈跟孩子 我相信提到妈妈大家眼睛就 亮起来 你看你看看 我们怎么出生的 一定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是母娘她是慈悲的 那太子呢她就是一个孩子 太子 所以那个关系是 母娘跟太子的关系 自己在我的身上 没有离开过 请问三太子信徒请示项目 会有限制吗 来这里都不用工作 再来就都知道了 看起来就会有限制吗 现在你们能够来 好吃 本台主 干牛 要做的食材是 一天内有十天 这十天你们能够吃早餐 这才是 但实材你们内内做一件好事 不要看这个有什么哦 他们的本人 怎么大这大的好事 这样的面情发生哦 请问三太子为何挑选 子芸老师当代言人呢 跟太子的缘分好像是 生生世世的吧 我觉得心里面一直住着一个太子 他是一个真如是一个孩子 没有包装的真心本性 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太子哦 在演艺圈的时候 你会跟三太子的那个姻缘 都特别的接近嘛 因为三太子在我们的封神榜 你看我怕他也是都怕三太子的啊 太主也是都把我接三太子的啊 我们如果你记得我 说快点让我给你帮我演啦 他就快点 哎呀水就有肥帮你演啦 那这一天啊 那在那个当下 真的我们也是心存感激 然后都会给他演员啦 演员说快点 还要我演三年啦 三年够了 要怎么办 还没死啊 再来去求啦 再求 再漂亮就有了 还演三年 对那三年是演员 演三变就九年了咧 发生就收掉了 自从2020年初 全世界爆发新冠肺炎的疫情之后 台湾也深受其害 几乎全球都笼罩在 COVID-19的病毒清洗之中 已知的病例书当中 全世界已经高达有 一亿八千多万人确诊 死亡人数也超过了四百多万 平民老百姓不分国界 都是苦不堪言 许多人对于席卷而来的病毒 因为这一次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疫情 对台湾乃至于世界各地 真的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那所以呢 我们在修行的这些 菩萨里面就有人说 我们是不是要来做一些 可以这个消灾呀 然后为社会大众祈福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这一步量狂宝灿 然后功德来回向 我们台湾 新冠肺炎 确诊的众生 祈福 回向功德给他们 多生累世的病葬 报葬 三葬 冤情在主 都能够解缘世节 新开易解万元放下 那也祝福他们能够要到病厨 生命延长 请问三太子 台湾新冠疫情何时结束呢 银铺铺哦 我们在这里看 香港开始银铺铺哦 大家都很严重 这里很严重哦 大家感心 吃饭吃喝吗 我是女孩 唱人生 和人家的唱 让大家唱贴唱 但大家够好 好吗 大家够好就是爱什么 爱你身边的人 大家要让大家 真轻的过去 唱天的时候你知道吗 唱天的时候在唱嘛 哟啊 热热热的 它在头咖 不过这个厨子 这个厨子很真猜哦 它喝了 它等来 等来当天是过去的 春天来 三寶佛堂是紫雲老師的修行原地 地方雖然不大 卻是不時地顯化出許多 不可思議的佛菩薩視線神蹟 以下的受訪者不是靈眼 而是百分之百真實的神蹟見證者 提親說沒先提醒 百年好和少潑折 比較特別的是 家人來說定親的那一天 然後師姐就有提醒我說 那一天我就是不要在現場 爸爸跟阿嬤有請了 另外一位親戚來幫忙說情事 那個親戚也在談論的過程中 就是說不是讓人家會很舒服的話 如果我那天在場的話 我那天可能會翻桌 會很不開心這樣子 對所以覺得師姐講話也蠻神準的 那突然有一天 我媽跟我講說爸爸在加護病房住院 那那時候就很緊張 所以就打給師姐說 我爸現在在租院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帶衣服上來 我可以請師姐太子幫忙 他說太子就處理完之後 就直接把那個請來的保隱 都還沒用過 就直接蓋在我爸的衣服 然後馬上說 你馬上帶回去給你爸放在身上 或是穿都沒關係 只要在他旁邊 有身體有碰觸到就好了 那後來衣服回去的時候 給他大概兩三天 可以出院 就沒事就沒再燒了 就已經出院好了 而且師姐那時候很篤定的說 禮拜幾就可以出院了 就真的是那一天就出院了 他說三天內你就可以出院 你爸三天內一定可以出院 我爸真的三天內就出院了 這個事情就沒有這樣子 然後到現在都還滿健康的 就是不要說健康 應該說滿穩定的 所以然後也請爸爸就是 不要上班在家休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那時候來問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去特別問媽媽的事情 那只是太子 剛好看到媽媽的生日的時候 就說你媽媽也要注意 後來我們也是有叫媽媽去檢查 那時候也本來說 媽媽心臟的血管就是 很彎曲很不好 可能要開刀 跟爸爸一樣要做支架 那那時候太子就是師姐有說 今年媽媽一定不能動刀 動刀就完蛋了 就一定不能動刀 進去手術房間要開 結果醫生又照一次說 媽媽的心臟的血管其實沒事情 他就只是比較彎曲 就是像蚯蚓這樣彎彎曲曲的 所以照起來好像 好像堵住了其實並沒有 所以那時候也沒有開刀就出來 媽媽後來就是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樣子 對所以我就蠻相信師姐的 跟正祖僕破玄機 人員相處多注意 發現說我的名字 跟那個祖僕上的名字不一樣 那個字 然後後來太子就跟師姐講說 要我把名字改回原來的族僕上的名字 改完之後就是我個人的 那個就是感覺有比之前 各方面就是事情都有比較順一點 哪裡順啊 就人員嘛 然後就是跟大家相處 因為我講話是比較直的 以前就是可能 為了一句話一個字 可能我們書者無意聽者有意 有些就是說你個性那麼直 有的就會記著 可是經過師姐跟太子這邊的指示 然後改回來之後 可能就是大家了解我的個性 就會用善解人意的方式來揭納我 對 還不錯 因為十二年以前 我兒子也三十幾歲了 還說沒有女兒 有一個紀元 有一個紀元 人家介紹說 有一個朋友的女兒 不過朋友的女兒是 夾我兒子夾四歲了 夾四歲 還說他們家庭北京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來請教師姐 我主席 那個女兒剛才對的主席 我告訴她 師姐說 這跟我兒子很害 這我兒子會很痛苦 她會很痛苦 現在不僅 已經 我兒子 長寶孫大 十歲了 十三年 長寶孫 差三歲 七歲 所以現在要帶她 所以現在 他們 一人一路 我媳婦 很乖 我兒子 也對母很好 所以他們現在 一家四口 過得幸福美滿 所以 子音師姐 是 什麼時候會帶人 我是覺得 不錯 在一年多的過程當中 當然 我渡幾個人 我沒有渡半個人 我幫助多少個重生 無一眾生可渡 太子很無情 這個無情是 不是沒有感情 而是沒有無名之情 可是當你懂得 有一個重生 他有一點點的感恩之心 回來的時候 感動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 他生病了 癌症了 末期的來求 求完之後 他忘記的回去 他說他不殺生了 回去 下個禮拜 我說我去台醫 又去台醫 又去台醫 我難過啊 我會廁所哭一哭出來 不然不然也可以 進去再搬 不會退的啦 衷心 骨灼二四 鋼腸男 一條男子啊 各位觀眾朋友 一位昔日活躍在演藝圈的 當紅女明星 而今受到了佛陀 與慈悲母娘的感召 天天盛裝目骨 日日打坐念經 早已經蛻變成一位 济世度人的全職修行者 這是不是令人覺得 很不可思議呢 子芸老師說 他是一位佛道雙修的志工 義工 只要觀眾朋友 有不順遂的事情 都歡迎來到三寶佛堂 找子芸老師疑難解惑 一起閒話家場聊聊天 其實你在我這邊 沒有砍棒啊 也沒有招牌 任何朋友也都不知道 可能時間到了嘛 對吧 像你們時間到了啊 要回來啦 對吧 時間到了 回來大孩子 媽媽都在等你們 好快 請問一下 小姐姐 請問一下 可以看 我們下次見